我们现在刚来的治疗,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手术切除 但是有时候病人肝功能不好,尤其是肝氧化厉害 或者是部位太深,不适合做手术切除的时候 这时候电灶疗法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由于电灶的物理特性的限制 普通肿瘤最好大小在三公里下 当然五公分的也有人尝试,所有则是更大一点的也有人尝试 但是一般来讲三公里下治疗效果可以达到九成或九成五以上 就是肿瘤可以完全坏实 这是取代开刀的另外一种比较病人听起来不会怕怕 然后这个复原比较快的方法 但是对所有的肝肿瘤病人来讲都一样 就是要发现的越早,治疗方法越多 尤其我们肝脏是没有痛觉神经 等到你有病痛,觉得不舒服 在找医生的时候通常肝癌很大 这时候就不适合做电烧疗法或者是手术切除了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就是假如我们有病肝、有膝肝或者家里里面有没有肝病 那么我们一定要养成像建立所在管理车子一样 一定要半年接受完整的肝脏检查 就是包括完整的肝脏检查 包括肝功能啊、胎油蛋白 还有记得一定要做复古草原调检查 谢谢大家